爸,你说你药都不吃,医院也不想去 你说你到底要怎么样呀 爸的身体,爸知道,不用你管 哎呀,爸,你说你,说什么话呀 我是你儿子,我不管你,谁管你呀 你要是这样的话,若是有什么伤势 我怎么向我小弟小妹交代呀 我的身体我知道,我不去医院 我想到外面,算什么 外面,你想去哪里呀 爸想着有神之名,去北京,永南 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爸这辈子,就没什么遗憾了 行,想去也行 但是呀,前提是您身体好了 什么,想出去旅游 是啊,你说他现在饭也不好好吃 药也不好好喝,你说怎么办呢 把你弟弟妹妹叫回来吧 你们兄妹们,一起商量吧 爸,您到底怎么想的 我们兄妹都在这儿 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 是啊,爸,我们尊重您的选择和意见 爸,就想在有神之年出去转 爸,那您想让谁带您出去转呢 您商量吧,看谁有空 爸,小弟小妹在城里都挺忙的 我和莫莫带您去吧 大哥,这些年辛苦你们了 咱爸一直都是由你们来照顾着 我这个当女儿的,也没有出过多大的力 我刚才去银行呢,取了四毛块钱 大哥,你拿着这个钱领着爸 好好出去赚一赚 好好吃点好吃的 是啊,大哥 大哥,这些年你们辛苦了 我这里有些钱,你拿着 出去想吃什么,想喝什么 就花,不要不舍的 弟,用不了这么多 照顾爸是应该的 你就拿着吧 我们相互理解 照顾爸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来 是啊,大哥 二哥他说的对 如果钱不够了 再跟我们说 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